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成交金额是538亿元 今天在我们现场的是风云头库资深分析师何金城健大哥 也非常欢迎YouTube的朋友们一起来收看直播 上个礼拜四的美股大跌当中 其中费城半导体跌幅特别的重 跌幅超过了5% 那么主要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彭博资讯报道说 中国大陆现在要发展第三代半导体 希望走这个5G一样的这种弯道超车的这条路 那等一下我们会请金城大哥好好再讲一下第三代半导体 我看到这则新闻的时候 我第一个我就浮起了何大哥的这个脸 我想说这不是他很早就讲了吗 好不过我们先来把大盘好好的来剖析一下 因为外资在8月份真的是大卖 那可是呢我们在看到9月份的时候 似乎也还在卖不停 那么尤其是8月20号的那一波这个大的黑K棒之后 你看到台北股市几次的跌破月线 已经三度跌破月线了 这会不会让人担心 如果现在重点就是要看季线守不守得住了呢 对现在比较简单一点 我们客观一点讲 跌破月线就是要整理一个月嘛 就大盘来讲 跌破季线就等于整理三个月 就大家心里都要知道说 那各别股有各别股 比如说涨价体财的 比如说涨价的有航运股啊 有面板 那是涨价体财的 那是另当别论 它的形态也跟大盘完全不同 那在这样情况下 其实最我们要担心的不是台北股市 要担心的是美国股市 当礼拜四大跌的时候 大家找不出理由 就把责任都推给那个42兆的那个10兆 那个他要发展第三代半导体 中国大陆要用10兆 热命币来发展 那你就把责任推给他 推给他充其量充其 其实这个产业来讲 充其量最大只有两家 一家叫Queen Queen就柯瑞 柯瑞 一家叫做IIVI 就是我们叫做26嘛 26嘛 II是2嘛 那VI是6嘛 26半导体 那大概就充其量最大的这两家 那跟其他的干他什么事 那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大家只能找不到理由 找不到下跌的理由 其实是比较 其实是居高思维 比较严重的 那其实很简单嘛 你想如果我们是美国人 那11月要选举 我现在有赚钱 我给你拼了 你自己去拼 我怎么会跟你拼到11月3号 是这样吧 就是这样 它基本的架构上来讲是这样 而且你看都NESTA创高 S&P创高 费城半导体创高 然后这个道琼涨到29100点 距离前面高点29568 也就升400多点 我干嘛给你拼 你自己拼去 那所以有的 你卖 你卖 我也卖 大家卖 卖一卖找不到原因 找不到那天 缩盘的时候找不到下跌的原因 最后大家就拿出这一个 拿出说 因为大陆要万道超车 那所以就把责任推 那推给他的时候 影响的公司 你要拿出来倒 那为什么跌那个 跌这个 Tesla 跌Apple 对 为什么他们两个跌那么多 那跟他都没有关系 而且对Tesla还是好的 对 因为他只要起来以后 那Tesla在上海的厂 就用大陆的产品就好了 对 所以来到这里的时候 我倒是 也是要提醒大家 因为形态上比较弱的时候 我们不需要加大仓位 所以你觉得美国现在形态已经变弱了 还没有变弱 就是心理因素已经有点恐怖了 因为礼拜五莫名其妙也又跌了500点 然后最后是因为Tesla把他拉起来 然后Apple把他拉起来 那当然还有两个公司把他拉起来 一个叫昂森米 用在车用的 其实这个跟这个第三代半导体是有关系的 安森米安森美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Owago财报好拉起来 那但是Tesla盘后又跌了6.2% 因为刚刚凤馨小姐有讲了 因为他没有纳入S&P的成分股 那所以来到这里的时候 你在选股的时候又要比以前更严谨 更严谨 就是你要找到更好的产业的结构来看 那我刚刚讲到我们的台股 台股的部分如果你有都很赚钱 那你卖一半有什么关系 那就少不 那再涨上去少赚一半而已啊 是不是这样 卖一半OK的 那绝对不能用融资 因为台股现在涨了50几%起来 我们融资已经增了70几% 最近弯道超车 所以这两个也增太多了 就融资于了 弯道超车大股的涨盘 对不对 那超车以后股市就不涨了 你没有发现是这样嘛 所以这还是要适度的做提醒 那我们今天也会谈到这个 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谈第三代半导体 那我的眼光会 我们台股我们今天报纸游戏 因为我们第三代半导体 上次谈应该是有一两个月了吧 对对对对 还蛮久的 我的眼光会从台湾跟大陆的眼光来看 我们还记得我那时候在谈这个风电股的时候 我有列了几档 还拿了个图给大家 对不对 那个时候市场上看好的是 这个不是上尾腿 是那个1589还是多少 可能是另外一家 对对对对 那还有那个四季钢 对对不对 那也就是说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是用大陆的眼光来看 我说大陆加持他 所以让他上海的子公司到大陆要去挂牌 那时候我已经讲说 依照台湾人的习惯 会过了农历七月再挂牌 我那时候是不是讲这样 大概九月底 你看现在差不多吧 那个时候是七月 我们记得那时候讲风电的时候是七月 结果上尾涨上去了 那时候永贯 那时候市场看的是永贯 看好永贯 但是你看好上尾 我看好比比较看好上尾 因为他有大陆市场 结果两个现在差五十八 两个那个时候的股价一样 我想跟上尾有关的朋友应该感受 也有人在问说 那这样上尾还可以继续报吗 你就设停一点 那个我教过大家设停 不要追了 不要追 因为所有的利兜都拌出来给你看 他剩下下一个利兜就挂牌又长多少 就这样而已 那我们谈到这个碳化第三代的这一个部分 第三代半导体 就是碳化系或是淡化加 大概是这样 我简单讲上次 我现在要背这两个词要背好久 因为不太容易碳化系 用英文 SIC 还要 GAN 大概是这样 我们简单的讲就是 他用在比较高压的这个部分 我简单的解释 我们现在Tesla的充电电源是220 这个大家知道 现在的我们上次讲到电动车的时候 那个他已经用从220把它增压到800V 也就是说像以后充电都会变用超高压去充电 超高压充电的时候 有些晶片是耐不住的 一般的细晶也耐不住 所以他是超高压超高频 那第二代是讲究的是速度 然后第三代讲究的是耐高压耐高温 是这样 高压高温都可以 对就是这样 他基本的部分来讲 这个你大家现在已经有了 你现在Google去看一下 或是友台 我记得礼拜五的时候 也有特别有这个题目在讲这里 但是我们媒体也好 或是国内做的节目也好 都是用台湾的眼光去看 这一个产业未来的发展 那我有写一篇我自己的看法 我有传给奉心 我刚才有跟他的助理讲说 你可以把我那一篇放在脸书上去看 我对这产业我的看法把它放上去 因为时间很短 我没办法讲那么多 他最重要的其实就在电动车这一块 用到的非常的量非常大 其实能够高压高温耐高温 其实他对于不是只有电动车 当然受惠最多最多 但是5G其实受惠也非常的重要 因为他那个5G当中他现在呢 他那个就完全没有时差的这一种速度呢 其实要求是极高的 因为否则的话你很多的自驾车 对啊你很多的自驾车 你怎么去保证说你能够收到所有周边的讯息 所以那个超高频也很重要 所以刚刚提到的不管是电动车或者是5G建设 他其实都高度的需要第三代半导体 那我们就从台湾出发 然后去再从大陆看回来 台湾的部分最早发展的 今天媒体上有就是就是就是3703 3703我来看一下 3703家经家经跟汉磊 家经跟汉磊他是发展的比较早 比较早他是最早的 那这个贸系也有 那后面切进去了 因为他的姿态很高 他的技术很好 他的客户很齐 那个叫做中美金集团 中美金集团不是入股了那个 那个8086的红杰科 那入股他其实主要的目的 不是也是要在这个第三代半导体 那时候我已经有讲 那个时候我说 从盘面上你马上看得到的 他也帮一个人找了出海口 叫做赵远 其实礼拜五赵远是掌停的 赵远 四九四四 我不是请你追他 因为他他是不赚钱的公司 而且要减资 要减资有的时候比较尴尬 但是他也掌停了 那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 就是我们国内的 就是以中美金集团 还有另外一个 就是加金 加金汉磊这一块 就是这样 那如果以大陆来看 这是我们国内看的 你报纸写一定都是写这几家 对不对 大陆来看的 就是我上次讲的 我还是维持我的看法 我还是蛮看好 叫合金的 因为他这一次公布了十四家 他不是做一件事情都没有计划 他早就有计划 你说的十四家是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有十四家要盖场的 十四家要盖场去发展第三代半导体 对对对对对 那他等于是踩在这个风头上 跟这个这个政策上 所以他一定 我开玩笑讲 我说我说当然账不是这样算 四十二兆除以十四 一家可以分三兆 不是这样算的 当然账不是这样算 但是你先投入的人 一定先拔的头筹 一定会先得到很多的政策的优惠 他们四十二兆不是全部都给你钱 他可以给你退税 给你奖励 可以买设备补贴 以前你记不记得买那个 那个这个三难光电 在买LED的设备的时候 买一台补贴五千万人民币 一台到一亿五年 补贴不是补贴百分之五十了吗 所以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 所以这个政策方向 坦白说这条弯道能不能最后成功 我们不敢保证 但至少在这个过程当中 跟着政策走 其实是有帮助的 休息一下 欢迎大家回到 酒吧新闻台财经起床号 节目现场 我是陈凤馨 在我们现场的是 凤云投顾资深分析师 和金城金城大哥 也非常欢迎YouTube的朋友们 一起来收看直播 好 今天大哥 你刚刚讲说 第三代半导体 其实你现在在网络上Google 你会发现有一些科技公司 已经开始在做科普文章了 比如说像汉磊集团 我就看到他已经开始在做科普文章 介绍第三代半导体 然后他的材料 跟第一代第二代有什么不同 然后他的性质有什么不同 然后目前他们现在做到什么 我现在看起来能够有成绩的 大概最多只做到六寸 金圆 现在到六寸 其实全世界现在都要六寸 那要扩敞的是科瑞 科瑞可能要扩到八寸 那六寸已经很难了 因为困难度好高 你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这很难呢 我们用那个晶圆是用长晶 就长起来的 长晶 那如果我们细晶圆来讲 如果细晶圆一片 你做到六寸 假设用的时间是二十个小时 不两个小时 然后这个 第三代半导体 第三代要做二十几个小时 而且还长不太起来 而且他量率还有很大的 比较大的问题 他现在没办法克服 对 那所以这个部分一定有技术上的一个问题 那当然他 对 您先说 所以您就说从台湾的角度 你刚刚点了几家 可是从大陆的角度 你还是看好合金 为什么 大陆的角度是这样 我们站在台湾看 其实大陆他其实 他其实这一次还是偷偷的在支持华为 那我写那文章里面有 他十四家里面 他已经让华为一直入股 他因为他挂牌以后就要战略投资者 那十四家里面华为已经是两家的股东了 占七分之一了 那当然还有三安光电 三安光电一定不会排除在这个之外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这个新闻出来的时候 我们礼拜五叠的时候 三安光电涨8% 全亚洲都叠了 对 他的号码叫600703 你去看三安光电 就做LED那一个 因为这一个 他的领域一直往这个方向来 柯瑞也是做LED的 那其实他们这个设备 其实有一点重叠 只是这是长睛的时候 那个那个长几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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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一样 有LED是长了一二十层 他有的是长两百多层 不一样 是这样 那所以来到这里的说 他大概有十四家 我大概很快练一下 天月 四季金光 天科和达 三安 中电二手 这个等一下我会把这个资料给 给那个凤馨小姐 那还有我还有华大 还有上海合金 那为什么讲我会抗好上海 我上次就抗好了不是吗 那他股价就在这个地方放 那但是他也没有掉下去 其实汉磊有摔下去 他没有摔下去 那重点的是 你看礼拜五的时候 外资买他买三千四百多张 外资在上礼拜五是 买合金 大卖操的 对大卖操的时候 我只有买合金买三千多张 那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其实不只买合金 其实他有一阵子买了很多的 这个中美金 中美金买蛮多的 好像连买九天的 这个六四八八的环球金 那也就是说 在这样的这个产业的结构之下 他其实他会面对比较大的困难 以前他在弯道超车 在五机的时候 没有人发现 大家觉得他坐不起来 他是要二机三机的时候 就跳过四机了 他直接插五机 那现在的部分 因为他现在面对一个问题 晶片代工我也不行 然后设计也不行 什么不行 我干脆直接把材料拿起来 以后你要看我的脸色 那第三代半导体材料 如果他又拿了很多的专利 又拿了全世界最大的产能 就像现在多精细 我们现在都在讲太阳能在涨 其实现在全世界多精细 太阳能的材料 百分之九十是中国做的 九十吧 九十八 所以他当时也是这样 这个是高耗电的产业 一定要政府支持 不然你没有电 你没有电你没办法 这是高耗电 你不能涨到一半就断电了 那就什么都毁了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说回中国来讲 中国也给政策 买设备给钱 然后退税 不然没有再补贴 想办法出口也补贴 然后什么都补贴 他们很最厉害的就补贴 不是这样吗 上一回不是京东方 我记得是京东方 哪一家公司赔钱 他最后把矿场就给他拿矿场去卖了 是不是这样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这14家一定是首要受贿的 他政府一定会给足了这个政策 另外一个他会让他到科创版 很快速的挂牌 这14家已经有两家申请挂牌 第一家叫合情 6月申请 我们申请挂牌要 我们股东会要先通过 我们好像是2月份股东会他就通过 他不知道这个政策吗 他早就知道 不然他2月股东会通过 2月现在是9月了 对不对 他6月申请 再来第二家申请叫天科合达 这是华为的子公司7月申请 所以你说他这真的这出来 不先把这两个推到那个风头上 让他去挂牌吗 一定是这样吗 那风头上去挂牌 挂台本的目的在哪里 这个合金这一次挂牌 他讲明我筹资的钱 就是要盖SIC6代厂 他已经跟你讲了 他本来就已经是全世界第六大矽精研厂 中国第一大 中国已经扶持他了 为什么 因为他在矽精研的部分12寸 中国没有人产 只有他产 在郑州 那郑州政府不是也补贴他很多政策吗 所以不是说请你去看他 就长远 如果中国这个政策拍板下去以后 这14家你会看得到 大概就会这样一直上去 因为夹着政策的夹齿 他一定不会让他掉下来 这14家不敢保证每一家都成功 对 可是这14家在至少未来的三五年 他其实就在政策的风口浪尖上 对 这就是那个雷军说过的最有名的话吗 就是站在风口上猪也会飞 猪也会飞 对 可是这是短 就是三五年 要长线来看 到最后我们会筛掏出真正成功的 对 那可是我们这这点其实他现在在政策的方向上 这点就是我们可以注意的 那在技术上来讲很简单 很简单的是美国一定不会寄转给你 你一切都靠自己 设备呢 日本也不会卖给你 也只能靠你自己 所以国内会受费 我现在会回国到国内 国内有做自动化的 他有自动化的 比如说最近有一档股票标的很高 叫4934 太极 太极涨什么 太极也是涨SIC 他虽然是太阳能 他也是涨SIC 他寄转是哪里 公元链 所以我们公元链有技术 公元链有技术 公元链他自己都会小服务量产完以后才去寄转 他寄转你看4934也是这样 那他妈妈就往这个地方他要开始做自动化的设备 他妈妈是好像是6125的广运吧 广运有做这个散热的那个冷切液 这个是他最近涨的原因 然后他也要往自动化设备去开始做 因为他自己自己的 好特别哦 对这个都是媒体没写的吧 对不对 我就跟大家讲一下 有技转至公元链 我们公元链有这个技术 所以除了自己做这一个第三代半导体晶元的 还要在网上游看设备 设备啊 因为他买不到设备 他只能跟台湾 如果有设备 怎样合作 对对对 一起研发 日本一定不会卖给他 你说注油你卖给我设备 我不会卖给你设备 基本上美国只要打一个电话 他们就不会卖的 那设备基本上像这个设备都掌握在日本人手上 是 对 所以这个你要去注意他这一次难度比较大 因为他已经敲楼打鼓还没有做就讲了 但是他也会请尽全力去做 那刚刚不是有问到金融股吗 对有人问到金融 金融股的部分呢 其实这有牵涉到海外投资的这个部分 那金融股的这个部分呢 其实股价有一阵子有稍微爬起来了 其实光股的金融股并没有跌 消费型的金融股并没有跌 最近涨的是证券股 那你只能顺风顺水 你没办法硬是扭过来 最近因为成交量关系涨的是这个证券股 对啊 他们因为获利卡在那里 所以金融股的部分 有的时候我们就这样讲 如果逆移大盘的股票 我们不一定强行要去买它 他们逆一大盘 时间的关系非常 感谢观看